保姆家族被爆料在北市 擁有近十二處房產 而其中三處就位在北市文山區 這一處大樓裡頭 現在更被爆料 就連五樓都是違建 起底留性保姆家族 原來全家人都住在文山區 這棟大樓一棟四層 全屬於劉家一二樓出租以外 家人就住在三樓 但四樓以上更大肆違建 遭到北市府列管 家族擁有多比房產 卻被鄰居爆料 一家人根本為父不仁 除了整條巷子 都不准鄰居停車以外 就連對家中外傭都異常苛刻 鄰居指出 因為劉姓保姆的爸爸 長期臥病在床 才需要請外傭看顧 但劉家人太過霸道 近年來已經嚇走不少外傭 令人沒想到的是 這回劉姓保姆遭逮也和外傭有關 去年十二月凱凱過世後 警方立刻展開調查 直到一月六號 外傭提供關鍵虐童影片 三天後劉姓保姆立刻遭逮 隨後妹妹也被一陣人傳喚 過程中檢警又發現兩人對話記錄 確定妹妹也涉案 2月23號警方在此拘票逮捕妹妹 將兩名惡保姆繩制以法 外傳保姆敢提供影片揭發惡行 就是因為當時照顧的長者 已經在今年一月離世 隨著關鍵影片曝光 也意外揭露一家人恐怖惡行 三十二和盟主持有桃台報導